像我現在呢 就是用手機錄影 以往最大的痛點 就是講話會被背景的音樂蓋過去 但經過AI運算之後 辨識到我的聲音 我的聲音可以變得更加清晰 在拍照方面 可以讓用戶在拍團體照時 一次多張照片後 手機會將每個人的人臉全選出來 讓用戶挑選最佳的表情 還可以將物件任意移動 系統會自動補上畫面 歸功於自家處理器 結合AI跟機器學習的技術 同時推出穿戴裝置 搭造完整生態系 我們的產品都是以AI優先為方向 所以我們自己設計的SOC 的確是一個比較好的一個 能夠提供比較好的使用者體驗 這首蘋果產品 生態系龐大 從手機 平板 筆電通通有 也使用自家研發的晶片 Google不遑多讓 旗下軟體應用取勝 從Google Map 再到語音柱裡 有極高的市展率 這幾年硬體極起直追 挑戰蘋果的地位 我覺得接下來其實Google 如果在軟體上 他整合的力道更強勁的話 我相信他是一個蘋果 很厲害的對手 隨著科技的演變 兩大巡迫戰場 從iOS Android的試占比 未來將擴大到 真哥3C生態圈 誰也不想落後 展現終於Rey方向 太平道